食貓山王冰皮月餅肯是香港好推動 訂購電話621-1161 食貓山王冰皮月餅肯是香港好推動 訂購電話621-1161 我帶給尋找分銷合作夥伴 有興趣打電話來621-1161 繼電線破案之後 香港公安又有偉大的創舉 先不說林子健這件事究竟是堅是瘤 但試過幾天去西貢的沙灘 居然還可以找到和案件 案件有關的紙巾和煙盒等等的證據 實在太厲害了 一宗區區一宗虛報案 已經出動幾十的公安在沙灘 但當年銅鑼灣理報案案 就一個都不多見 真是不知道怎樣理解了 媽,我很亂啊 我是強國新聞社阿溫 中國有個叫做素王打飛辦公室 近來發了警告給頭條網 網易網、鳳凰網 就說這些網都有淫蝕色情等等內容 好像八旗那群網民聽到就笑了 你認為那些中國的網民是在這些網上認識蒼整空老師嗎 又真是天真了一點 不如這樣吧 我覺得找八旗的高手或者我都可以去幫幫忙 我都很擅長素王打飛 我認識很多這些網 我是愛國移民顧問MJ 好,歡迎回到今次的強國生患者 大家好 但最近很多舉動 突然間好像MJ你所說 又去針對這些大的Porto site 新浪,早前新年新浪 好像微博都中過 總之所有人都靈枉物中 會不會真的在進步呢 我都很想看看 這些哪是進步 有時我也有用在大陸的伺服器 有個叫360雲盤 有介紹過給很多人用 近來都block了 即是直接沒有了,撿了 我很多東西上去 純粹用這個說法 防止非法淫蝕色情內容在發佈 但我個人覺得 自標不自本的方法 我不覺得它真的在打擊 所謂的黃色、非法的內容 可能他心目中的非法 就是一些政治的內容 因為這些網盤太方便了 譬如我有一些對中共 或者對政權不利的影片 譬如我們剛才第一節 類似說過的 當是烏陷村封殺事件 本來那些渠道不多 他現在要封殺事情發生 是易如反將 但如果這些網盤這麼方便 這些網站這麼方便的時候 那就有問題了 所以他現在類似是一種鎮壓的手段 總之所有媒體都在我控制之下 我說出什麼就出什麼 麻煩你們所有人都小心點 我現在殺雞儆猴 明天Vin你是鳳凰網 麻煩你說話的時候你也小心點 所有事情你都要經我探索過 我現在說不能說駁字內字 不要說話 笑什麼笑什麼 我當然對不住 故意去製造這些白色恐怖 讓你自己去做一個自我審查 而且審查還要越來越嚴格 強國的媒體有自我審查 有一些李董迪那些內容 那些內容不是新鮮的新聞 即使在這樣之下 他還要做一些這樣的手段 其實是真的 再進一步去收集這個空間 現在我們這樣說 我相信聽眾們是新同感受的 因為大家近年都知道 感受到什麼CCTVB 現在揭開的報紙 甚至我們自己都會覺得 如果真的有一些公開門 在他講的話 即是他有這麼大 他要收廣告 他變成說話也有分寸 是 因為經濟錢 就是他生存的命脈 例如我看的那本雜誌 《100毛》近來上市 都會覺得 開始變變地 我又不會說他變的 我覺得原則還在 但是真的收斂了很多 始終都是錢 錢就等於一個軍隊打仗的糧食 你控制住他的糧食 控制住他的糧草 他還有什麼辦法 不乖乖聽 但是我們以前認識的世界 不是這樣的 就是一件事還一件事 不會的 共產黨不會跟你一件事還一件事 這不是我們認同的價值觀 我覺得如果我們只要 大家都不要跪低 所有的商業機構都不要跪低 但你一起不要因應他的方丈小器的一個態度 去跪低 你不用管他 全部人都不理他 他就知道這個方法沒有用 他就不會再去威迫你 你就不要賣廣告 所以總之以後不要在香港賣廣告 人性是很難的 雖然我不是讀歷史 我們歷史是專家 白旗也不在 但我們最簡單 很多人熟悉的春秋 秦國 收歸六國 就有這個合中連環 合中政策 本來六國聯合在一起 就可以對抗秦國 但秦國就是利用你們六國的互相差疑 逐一擊破 人就是這樣 你會去成立一個聯盟 去怎樣怎樣 人和人之間的信任 尤其是中國人 是非常脆弱的 或者我們不要穿住中國人 其實人和人之間的信任 都是很脆弱的 希望越來越多人知道 這樣也不是辦法 你看到的那些 給他收編下去的 譬如大公報、文匯報 我相信他們有飯吃 但他們已經忘記 已經做不到真正傳媒要做的事情 我也不知道他們現在做的是什麼 有沒有人看 每天在我家樓下屋苑也在 但永遠都沒有人看 這樣變成你自己也吃不到 那些愛港之星 這些人家現在還有維穩費給你 你就繼續在 但之後你又猜一下 當你都不需要再去維穩的時候 你又站在哪裏 你會想一下自己的價值 是不是這麼短時 我們要在這些地方做 先不要說一些這麼大範圍 或者這麼層次高的事情 說一些小事 對 說一些小事 剛剛準備一些 我們這三節的題目的內容的時候 看到新聞也挺有趣的 香港未報的 但在大陸看到有一個女大學生 相信是北京的大學生 漂亮嗎 那我就不知道 話說他就帶頭去告中國鐵路局 究竟告的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學生坐一般的火車 不是那些高鐵、動車、乘車 是真的傳統的綠皮車 有床位睡的 我和你之前去雲南的時候睡的 那些呢 就是一間房裡面 如果一等就有四張床 四張床 如果是硬鱷 我們那是軟鱷 如果硬鱷就有一間房裡面六張床 你們可以想像是Titanic的船艙 不過是小一點 我們是軟鱷 我們是最舒服的 他就說坐這些車 因為速度慢一點 本來說在火車上面是禁煙的 但他發現很多人在上面吃煙 而且還會看到在一些廁所旁邊 還有一些吊煙頭柱 就是明明說好了 等於一間餐廳明明說了禁煙的 但他另外一方面就提供煙敷光給你 所以他就會覺得鐵路局是不對 就是故意縱容 就去起訴鐵路局 有原則 不過這樣聽聽一下 尤其是看MJ 我們說一些大範圍的時候 在我們這一節的開操的時候 我們就想想 會不會這個人本身 這個女大學生起訴這件事 是不是有背後 或者是一些權力的鬥爭 很坦白 好像剛才我們的自我審查也好 或者作為一個傳統中國文化美德的人 都是抱著一個不要搞那麼多東西的心態 正常不會有這些人出來 去控訴政府或者控訴鐵路 雖然跟這個女生的素未謀面 但我覺得這樣也挺有性格 我就不想這些什麼陰謀 天真J 我才不想這些 無由的 無緣無故 一個市民去告鐵路局有什麼陰謀 有什麼政治目的 但是這個原則是挺欣賞的 但是你怎樣說 現在在火車上是不應該吸煙 我覺得很合理很正常 高鐵和動車現在撿人都很好 全國我差不多都坐雲 差在高鐵、北京去天津、上海去毛石、蘇州 基本上都坐雲 大家周圍都很好 基本上你不會看到人吃煙 在高鐵、動車上都很少看到人吃煙 但如果你坐一些一般 譬如上次的哈爾賓菜 齊齊哈爾 或者一些不會有高鐵、動車完善 它的車頭 你買了一張車是K字頭 如果你動車是D字頭 高鐵是G字頭 K字頭那些或T字頭那些 就是很傳統的普通鐵路 基本上都開窗 不斷吃煙 隨便吃 沒有人會去 拗腳趾 大把 因為這些車通常 這些線路連動車高鐵也沒有 正常來說是比較差 農民 還有可能要坐很長的時間 所以會有軟鵝 可以躺在那裡 你覺得你認識不少英文 你覺得那些車道 其實是不是應該可以吃煙 其實我會覺得 我奉行日本 雖然我也是吃煙 但奉行日本的文化 通常那些英文都會很悲忌 自己躲在一邊吃 就不會說一邊走一邊吃 首先不會一邊走一邊吃 或者你在這些公眾場合 公眾地方 在火車裡面 我覺得不應該 不是一件合理的事 你會影響到人 日本文化 就是我們第二節說的 日本文化 這件事是有禮貌 他會考慮別人的感受 但中國人正正缺乏了 他會說要你來 我覺得要教育 我以前大概九十年代 那時已經有搭飛機 那時香港人都沒有吸煙空間 與非吸煙空間的概念 飛機應該都不能吃 但也有很多香港人 去廁所附近吃煙 好像都成為了一個潛規則 去廁所吃 都沒有什麼影響 我真的不知道 從我坐飛機開始 都應該已經沒有人夠膽在飛機吃煙 即是九十年代 你遲一下 九十年代 我想九七前 通常都會有禮貌 都會問問空燒 一定不行 可以的 是嗎 這個真的不知道 真的可以在飛機上吃煙 對 同車還是飛機 飛機 真的是國泰廣龍 對 這個真的不知道 但近年 現在沒有了 所有航班都禁煙 開始有吸煙區 用飛吸煙區的概念 其實都已經沒有了 現在更加 現在不用再去提醒他 大家都知道是不可以吃煙 飛機上正常不行 影響整個安全 但現在我看到香港 其實還是五五波 很多地方說禁煙 但當你吃煙 都有人會被煙灰抗你 都好像少了 以前譬如我們去打麻雀 黃雀會 或者去Cow K 以及去酒吧 從2006、2007年 全面禁煙開始 應該是2007年1月 如果沒有記錯 很多都不再給煙灰抗 但總有辦法 早期的黃雀會 酒吧都會給煙灰抗你 到後來 2008、2009、2010年 開始到現在 他隨便接煙灰抗給你 那也是煙灰抗 即是他沒有說煙灰抗 我給你一碟 可能給你一碟 用杯箭摺出來 不是煙灰抗 但你自己理解煙灰抗 你放煙頭下去 他不理你 因為他要避忌 就是我剛才跟他說的 就是提供煙灰抗的地方 暗示了可以吃煙 是的 暗示 說這個拆開一點點 我經常覺得地鐵 經常說不准吃東西 但地鐵有很多東西吃完 就是我每天早上 我每天早上 有一個不知甚麼包點 近來在坐車的地鐵站出現 好像很適合在買早餐 但我買完早餐 又要去坐地鐵 這個是地鐵的高層 我都很容易回答你 那些店鋪是讓你離開地鐵站 離開的時候買的 不是讓你在買完的時候坐地鐵 這個太容易解答 絕對是 說真的如果在強國不准吃煙的地方吃煙 譬如在車廂 或者現在在食肆是否不准吃煙 食肆在北上廣就會撿銀比較好 北京、上海、廣州 杭州也開始多 那如果真的吃了呢 聽剛才這麼說 在火車裡吃沒事 一般火車、高鐵、動車都不行 不過可以在月台吃 你可以在等高鐵埋站的時候 在月台吃 月台是有沒有物閉空間 還是開放空間 開放空間 我覺得可以接受 不是香港地鐵那些 雖然我不吃煙 它類似九龍塘火車站 等火車那種 你看到天空的開放空間 吃東西在高鐵裡隨便吃 那有沒有什麼控煙辦之類的東西 出來無端端抓你 說罰你錢 那也沒有 不過我剛剛早前去上海客戶那裡 我看到在上海應該都是 加利畢業成 是一個甲級的寫字樓 畢業成是甲級的寫字樓 加利畢業成是甲級的寫字樓 他還有一句說 告密者可得一百元獎賞 因為我記得我在 不記得多久 五十元 有時候是五十元 我記得看過 完全是沒有任何的阻礙作用 你在現在的土豪地 給他一百元 你不要擋住 這裡五百元 我吃十支麻煩 有沒有發票的 北京 譬如MJ所問的食肆 食肆以我所知 除了現在的改變法例 除了罰那個人吃煙之外 餐廳也要處罰 餐廳好像處罰是五位數字 人就是罰一二百元 所以阻嚇性也不大 不過說真的 香港有時食肆都看到有人吃煙 都有 不過少了很多 跟06年前禁煙之前是兩回事 香港通常就問一句 問一句 已經看到沒什麼人 是不是可以吃 都叫做彈性執行 除了吃煙 我知道香港有些 我不知道你有否舔過 我見過朋友舔過 亂拋垃圾 我舔過 你舔過嗎 我舔過 1500元 很慘 扔煙頭 不是 是扔煙頭 我上次的朋友更無聊 扔益藥瓶蓋 益藥多瓶蓋 那個金屬紙 真的嗎 他真的扔還是跌了 真的扔 真的被食環捉了 捉到 1500元 告票 我沒有問他多少錢 即是告票是1500元 對 我們扔了他一輪 以後會否有經濟力多 這麼慘 真的慘 但是我相信 我也算合法 但我絕對有做過 這個煙花垃圾的行為 在大陸又怎樣 大陸 完全沒問題 隨便扔吧 真的嗎 例如我有時行鋪 行一些煙酒店 因為有些客人來 就行一行一行 例如你太熱 當地的經理買一瓶水給他喝 有時他喝完 就這樣扔 我都會拿著看到垃圾桶扔 他就這樣扔 真的這樣 到今時今日都是這樣 是嗎 就是在馬路上扔 扔在馬路上 就是這樣 他的理論就是 他就說不扔垃圾 那清道夫有甚麼做 他是創造職業的 就是理論是這樣的 因為我當時在廣西 我以為是比較落後的地方 我當時有一個 你也是這樣扔的 我也盡量不會 我不會卡通 你嗎 我也不會 我看過一些畫面 很深刻印象到 現在還記得 有個很天真無邪的小朋友 在吃粟米 很可憐 你又真的搶了他 我看他吃完 然後很帥的 禮手的一個轉身 真的華麗轉身 只是他的手 好像打籃球 很快速交球的動作 把粟米條 然後把粟米條放在馬路上 還是一面自豪 我心想 哎 怎麼辦 沒得救 小朋友都這樣 因為大陸不會有這個 罰錢 不會說亂打垃圾 暫時以我所知 應該都是沒有的 所以你會看到 很多垃圾 不過開始也是所說 北上廣深 北京上海廣州 深圳下開始 那個文明性 或者自律性 是高了的 好一點 其實除了罰錢 宣傳很重要 我記得那個很小 80年代 清潔籠 那些宣傳 除了罰錢之外 就要告訴他 我們為什麼要清潔 為什麼要維持街道整潔 去說一下那件事 叫大家愛惜自己的社區 自己的地方 好像 北京的垃圾桶 好像都有類似的提示 標語 希望不只是罰錢 才可以唯一做到 其實挺可悲 多一個民族要處罰 才會聽話 又不知道罰什麼好 罰50 那些人都心想 但你罰得多 又沒有意義 一個農民 可能一年 都只有幾千元 又罰了兩千元 沒了九個月的薪金 很難取捨 按比例 超生就按比例 是的 或者其實好像香港 兩千五我覺得雖然好像很慘 但都是划算的 都要給的 如果你真的被人捉到 連泡垃圾 都不知道 不罰我便划算 罰我便不划算 但這樣說 執法人員 現在為何經常都說 有些問題 其實就有時不懂彈性處理 我記得我小時候 我都試過不少次數 在車廂裡吃東西 我都被地鐵的人捉過 但這麼久以來 其實好像不只捉過一次 第二次不是捉食物 第二次捉得太大件的物件 都是發警告信給我就算 不然你跟著說普通話便沒事 不然當時還沒有這樣 當時還沒有這樣 但經意是求警告 警告一下便沒事了 以後不要吃了 下次不要打電話給你 你在地鐵打火鍋 當然沒有 如果在大陸 其實是否也有正常的剝瓜子 我試過一上高鐵時 發現我的位置 有一集都說過 有椒皮 有很多水果 不 高鐵是給你吃東西的 高鐵是給你吃東西的 他有賣食 我意思是地鐵那些 應該是不行的 都是一樣的 文字都是一樣未開 都是照吃的 都是沒有東西的 都是沒有東西 誰捉 最重要是沒有人執法 問題是 沒有人執法的話 就不會有這些東西 所以寄予大家 怎樣說呢 作為我是一個香港人 經常出入強國 都寄予大家 不要入鄉隨俗 我們要保留我們的赤子之心 和我們的良好教育 教育大陸人 所以容許在這裡插一句 大家聽到這些分別時 就想想 我們是否需要有一地兩檢 這些事情 去影響我們 差不多時間 好 下星期見 拜拜 囉 我是一個老頭